阳明山真的要注意安全 不只是开车子 骑摩托车也一样 最近有一群年轻人在网路上面 就在周末的深夜骑改装摩托车 上阳明山大玩特技 也就是飙得很快 然后呢 这个侧挂过弯 给它压得很低 有没有 但是很多人根本不是专业的 想要尝试 结果不小心摔车 甚至冲进了围观的人群当中 非常的危险 深夜阳明山悄悄聚集一群年轻人 几十台摩托车 要看的就是他们口中最流行的卡普特技 飙车加速侧挂过弯 还要刻意膝盖摩地擦出火光 就算车辆来来往往也不在乎 还在脸书揪团 大家一起来 从阳明山往金山的方向 现在就是许多飙车族 喜欢在这里飙车的地方 现在网路上还出现一个团体 在这里揪团 在这边飙车 地上可以看到许多摩托车滑胎造出的 圆圈痕迹 而且更夸张的是 还会在这里表演 测挂过弯的技巧 其实是相当的危险 有网友痛批拿命来开玩笑 也有人说上山就是要看人累残 记者实地走访 阳明山竹子湖这一段路 马蹄行弯道惊险 路过骑士却几乎都压车高速通过 不过这个网路社团纠纵飙车的行为 其实已经违反交通安全 要罚六千到两万四以下罚金 如果还危害到用路人 最重要判无奇徒刑 年轻人聚重飙车耍帅 一不小心就会吃上罚单 中文新闻阿公 雅麦周邦展台北报导